美食国土在德国的印象 很注重 喝啤酒 看风光灯 最后看疯狂的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尼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吃完早餐带大家出去逛一下 呦 出太阳了 这就是慕尼黑火车总站 在慕尼黑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油轨电车 到处都是欧洲杯的广告 这个门叫卡尔门 应该是个城门来的 现在慕尼黑20度 太阳没有出来就会有点凉 太阳一出来就会非常热 这就是慕尼黑非常有名的圣母教堂 这就是玛利安广场非常标志性的地方 这个哥特式建筑就是新市政厅 虽然看着也不新了 现在11点钟正在敲钟 这就是拜仁求民商店 昨天来都没有开门 哇 很多拜仁的周边 这啥 要是扣来几个 这看起来挺棒的 把这里全部拿完 就4个 这小熊看起来也不错 109欧 这里就是非常出名的英国公园 终于看到网红书了啦 这太扣了吧 哇哦 我能在这里看一个小时 哇可以 现在肚子饿了去吃饭 大家猜我去吃啥 哇哦 好漂亮啊这个 Hello One people One people Yeah Can I sit outside Yes 我已经在慕尼黑连去吃了4天的猪肘子了 本来已经不想吃了 但是这家店是我发了卡塔尔航空视频以后 很多人推荐我来吃了一家店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吃 上了一杯啤酒 德国啤酒是真的很好喝 我有看到一个粉丝朋友 说他平时不喝啤酒的 但是来了德国以后 啤酒当水喝 他说太好喝了 确实挺好喝的 麦香很浓 这就是传说中的德国猪肘子 然后这是酸菜 他们这个是土豆糯米球 但是菜单叫dampling 就是饺子 他们称这个是土豆饺子 哇 这皮真的好脆啊 嘎奔脆的那种 哇 因为就我一个人 我可以直接拿下来啃 他这一盘是16.9欧 有一说一啊 德国虽然是美食荒漠 他的猪肘子确实还不错 真的非常喜欢他外面这层酥皮 真的贼香 再配上他这个酸菜 非常的酸很开胃 哇 这个皮 我觉得吃肘子是一定要配啤酒的 不然的肘子都吃不下去 裹上这个酱汁 这家店的猪肘子还是不错的 但我吃了三家 它是排第二 我昨晚吃了有家猪肘子 比这家好吃 我昨晚吃了这一家 我觉得这一家是我这几天吃了最好吃的一家 这家是我今天吃这一家排第二 我第一天吃的是这一家 其实这家还不错 再给你们吃下这个土豆糯米球 德国人可爱吃这个东西了 就是非常糯鸡鸡 德国的饺子 我原本以为我来德国是减肥的 没想到天天在啃猪肘子 而且是油炸猪肘子 他们欧洲是要小费的 我就选择10%的小费 在外住处的地点真的非常重要 我刚刚介绍的三家猪肘子店 都是我能步行走到的 现在吃完了准备走回酒店 我觉得最好吃的那家猪肘子 就是在酒店鞋对面 圈圈圈出来 酒店小气了下 准备却抗补充备准备进场了 安莲球场太帅了 No.10 Killian Mbappé Mbappé Gillian Mbappé Gillian Mbappé 2 2 1 3 3 2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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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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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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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